相信有在使用洋葱工厂巧克力Pro系列电动滑轨的朋友们 最近有看到洋葱工厂推出的新品 巧克力Pro起司电动滑轨 实际上这款巧克力Pro起司电动滑轨 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低拍脚架和一个新的电机模块 因为用了低拍脚架 那么这款巧克力Pro起司便实现了双倍增距 大大增加了这种小型滑轨的拍摄距离 这款滑轨一共有40、50和70厘米的长度的选择 比如说我用的这个就是70厘米长的 那么加上它的增距效果最长可以来到108厘米 重头戏在于这块全新设计的起司电动模块 首先它有一块非常高亮度的屏幕触摸屏 在不连接手机的APP的情况下各项参数一应俱全 而当你打开手打关键声之后 你可以手动安排滑轨的AB点的位置 对于AB点的设置 你可以触摸屏幕左右控制来确定它的这个位置 或者你也可以手动去推它到你想要的位置 这实际上为你省去了很多的这个调节滑轨的一个时间 那当你取出滑轨和电机 安装也十分的简单 那你将电机的底部的齿轮插入滑轨后锁定就可以了 供电系统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有线或者无线形式 而一般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还是基本上用的是这个NPF的大功率的电池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是NPF970的电池 那使用时间可以在10个小时左右 滑轨很重要的另一个参数便是沉重 那么巧克力Pro起丝的话 在一般的这种平面的桌面模式下 沉重的话它是可以到8公斤 那么垂直拉力的话 比如这个52厘米左右长的滑轨是在2.5公斤左右 那么我用的这款70厘米的垂直拉力 大概是在1.5公斤左右的样子 那基本上对于你的相机设备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一般我在使用这款巧克力Pro起丝电动滑轨的时候 我会搭配上他们这个洋葱工厂的这个汉堡云台来使用 因为比如我的工作会牵扯到很多低角度拍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拍摄 那很多时候对于滑轨的拍摄效果 简单的从左到右前后上下 这样的运镜效果会显得比较单调比较无聊 那么我们还需要比如说滑轨可以有点环绕跟随的这样的效果的话 这个时候汉堡云台就可以派上工厂了 你可以将汉堡云台和滑轨用他们的洋葱工厂的这个APP配对好之后 除了设定好滑轨的左右AB点的移动方向之外 我可以在同时加上这个汉堡云台的旋转角度 那比如说我在A点的时候 将云台这个汉堡云台转至我需要对准我被拍摄物体的这样一个角度 那到达B点的时候同样我也是将这个相机镜头对准我所拍的这个物体 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始拍摄的时候 相机它就会紧盯着被拍摄的物体 实现这个环绕跟随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不是很赞呢 另外就是洋葱工厂和第三方设备厂家的合作联动的部分 比如大江和智云的稳定器的一个搭配 这就很有意思 我们以大江的稳定器为例 除了左右移动以外 你可以在关键针的地方去设定你的稳定器的变换的方向 那么这个稳定器的方向就可以是千变万化的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帮你实现更为复杂的运进效果 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香呢 那另外洋葱工厂也为这款巧克力pro起丝电动滑轨设计了这款收纳包 那出门在外也是十分方便的 而且看起来也非常好看 那以上基本上就是这个洋葱工厂这款巧克力pro起丝电动滑轨的内容了 希望你会喜欢 那你也要记得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